外交部建议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尽快回国 又有2349名 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一次性移交我方 专家建议住宅70年产权改为永久 20年内不征房地产税 杭州发布房产新政 除主城四区外不再限购 广东最新生育情况调研 玉林群体理想子女术以二海为主 原辽宁体育局局长宋凯 当选新一届足协主席 女族国脚王双 前男族队长政治当选足协职位 国族热身赛一至二乌兹别克斯坦 11月十余赛迎战泰国韩国 美团回应摩拜单车299押金可退 自收购后一直可退 OFO不属于美团 中国移动采购MIT60等华为手机120万台 苹果盘前跌1.5% iPhone15中国首发销量较去年下降4.5% 美国又放风将填补政策漏洞 防止美起绕过限制对华出口AI芯片 俄罗斯将跟进中国 临时限制从日本进口鱼类等水产品 美日举行大规模军演 美军将首次进驻台湾附近的石原岛 韩国前方以教唆为政嫌疑 追加起诉最大在野党当手里在明 拜登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次占领狭杀 但称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